今天這個節目是我穿插進來的 我很想要回答一個問題就是 在這邊說有什麼用 趕快武裝起來啊 因為美國好像已經全力的往 極端的極權主義衝刺了 其他的國家也都經歷過 美國歷史上也有經過小小的幾次 但是規模並不大 但是現在真的是越來越嚴重了 我今天想討論就是 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我們做什麼可以改變這一切 而且改變是可以看到的大改變 不是在這邊開玩笑而已 或許這是我們唯一可以拯救這個 共和還有法治的系統 我今天的想法 不是很極端主義的想法或者是做法 但是我真的是打從心底的認為說 如果說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文化的話 我們要拯救美國的話 這件事情是我們每一個人一定要去做的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當你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你是有一個想法而且是可以付出行動的 那麼我在說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在做什麼之前 我要先說到這個想法不是一個獨創的 是一個一直以來都有在發生的事情 在開始討論之前我要先呼籲大家一下 我們不是一個什麼大公司 我們也沒有很穩定的贊助商 我們的影片被攻擊被黃標被封鎖 我們目前依靠的就是各位加入我們的會員 如果說各位可以加入我們Coffee的會員的話 真的是會有大大的幫助這個草根性的運動繼續發展 我們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接下來等我們有足夠的經費 我們會開始出一些周邊商品 讓大家不會覺得說這個頻道怎麼一直在要錢 我們也非常的希望可以回饋給大家 所以請大家去Coffee上面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忙分享幫忙按讚幫忙留言 打破YouTube的演算法一起為正義發聲 上個星期五我們講到英雄 我們可以做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 我們有機會完成更大的事情 就是在那個gay的那個影片上面 英雄都變成gay的那個影片上面 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靠英雄建立的 一個國家的英雄塑造一個國家的形象 Cory Ten Boom 還有 Anne Frank 在納粹的壓迫下面繼續拯救猶太人 藏匿猶太人 盡他們的力量來阻止納粹繼續屠殺猶太人 基督徒的英雄 包括在當時被羅馬屠殺這些基督徒 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基督徒 把他們丟到競技場裡面餵獅子 快要四百多年 目的只是要他們放棄耶穌而已 還有像說六四天安門的那個坦克人 在人民解放軍的坦克車開進北京的時候 這個人站在坦克車前面不讓坦克過去 好像是在說我就是在抗議 如果說你要繼續往前的話 你就必須撵過我 當然他也失敗了 他擋了一陣子之後 中共就讓他消失了一輩子 我們不知道他是誰 有的紀錄說他是一個學生叫做林偉林 但是真實身份不知道這個坦克人到底是誰 但是他留下來那張照片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非常值得我們去探討未來該怎麼做的 星期五的影片裡面也提到Rosa Park 他是60年代開始一整個人權法案 Civil Right Movement的人 他坐在公車的前面 然後說不走就是不走 其他三個人就乖乖聽話往後坐 他站在原地 因為他是對的 因為他要抵抗這個體制 他知道這個系統不正確 不正義 違反憲法 而且違反人權 他跟剛剛提到那些英雄一樣 他畫了一道非常清楚的底線 然後說我就是不走 就是這樣子的小小的反抗 讓他變成家喻戶曉的英雄 他92歲的時候去世 他的作為讓他不只在美國 甚至在國際上都有讓人權走了一大步 他讓有自由女神的美國知道說 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麼 真正的人皆生而平等是什麼 但是這對當時的他來說 是一個傷害性非常大的一個舉動 歷史告訴我們說 當我們遇到極權的暴君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畫一條非常清楚的底線 告訴他們說 這個是我的價值觀 這個是正確的價值觀 然後我不會再退縮 我不會再讓你前進 因為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獨裁者他們的做法就是 他們會看著你的底線 然後往前推一點 然後再把他往下壓一點 再往前推一點 然後你再後退一點 然後把你推到一個角落 讓我們連戰都站不穩 連保護我們自己都成問題的時候 那一切就都太遲了 他們就會把你吞噬掉 例如說1989年的天安門的坦克人 整個中國大陸都已經被共產黨吞噬了 所有的社會資源 所有的權力 所有的都已經完全被集中了 軍隊已經是完全是法西斯主義的壓迫的情況下 就算他做的事情很勇敢 就算很值得敬佩 但是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他畫了一條非常清楚的底線 但是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們如果要抵抗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有更多的人 而且更早有危機意識 美國的Rosa Park 他的行為反而達到了一個效果 他開啟了一個可以改變整個美國 當然當時還有很多其他的人 不只是60年代的美國 美國歷史上有非常多的人劃清了底線 讓美國變成一個更好的國家 雖然很明顯Change 改變這個詞 現在好像快要變成一個貶義詞了 但是這個重點是 這些小小的犧牲 還有展現勇氣的時刻 有的時候會有爆炸性的效果 那我在解釋我剛剛說這麼多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敵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在面對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社會有一個噁心 而且邪惡的癌細胞 他的名字叫做左派 或者叫做左派主義 Leftism 這不代表什麼民主黨就是左派 或是自由派就是左派 那左派到底是什麼呢 左派就是反對所有事物的一個主義 一個毀滅性的主義 是一個後現代主義打人類固醇一樣的東西 他們想要推翻所有的文化 文明傳統 他們反對神 他們反對家庭 他們反對男性 他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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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反對 革命無罪 造反有理 我所重視的東西 然後我所愛的東西 他們全部都反對 他們跟我們是完全相反的一群人 他們覺得我們很邪惡 我們也覺得他們就是撒旦的代言人 現在美國就是被這兩股勢力 因為我們的價值觀打從根基就完全相反 所以說美國正在崩潰當中 而且這個左派是沒有任何羞恥心或是憐憫的 如果他們可以封殺你 他們就一定會封殺你 如果他們可以毀了你一生 他們就一定會毀了你一生 而且還會說你活該 之前民主黨跟共和黨 他們是可以辯論的 是可以吵架的 但是我說我不同意你的想法 但是我尊重你的選擇 雙方都希望美國可以變得更好 而且也都同意 我們兩個可以這個樣子辯論 有不同的想法就是美國最好的地方 但是左派不是這個樣子 左派想要摧毀的是所有的人事物 達到一個極權 那這個左派已經侵蝕了我們所有生存的機構 他們把這些企業、產業鏈全部凝聚在一起 變成一個非常強大的權力組織 這就是因為我們當初沒有把底線畫得很清楚的後果 我們一直在說處於一個就是 好啊、沒差啊、沒關係的一個狀態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教育系統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的媒體 我們的總統、我們的國會 還有這些大公司 Twitter、Facebook、Google 任何一個在打壓你的時候 你都應該非常警惕了 例如說這些大公司無視憲法 直接封鎖你的發言權 還有好萊塢 徹底的把你的娛樂系統全部洗腦 這些所有的權力集中在一起 在推行的這個左派的思想 放眼望去好像一切都已經被他們掌控了 現在感覺好像你在玩象棋 然後你已經被將軍了 不只是你這邊沒有其他棋子 好像就是你身邊的棋子 全部都變色了 就都變成他們的顏色 我們整個文化 我們父母尊重的文化 我們尊重的文化 美國文化現在四面楚歌 我們的國家的建國基礎 好像已經完全毀滅了 而且他們好像還繼續在攻擊 好像我們不是在一個磐石上面 我們好像底下沒有任何的基礎 好像我們必敗無疑 之前提到那些英雄的事蹟 感覺好像很慘 但是我相信我們手上還有一張王牌 只是我們有沒有這個勇氣去執行 這個就是全體性的不服從 不要被戒嚴壓迫 當你不同意政府的政策的時候 不要被政府壓著打 不要接受霸凌 不要逆來順受 就跟剛剛提到那些英雄一樣 在那些霸凌者面前 站起來守護自己的自由 說NO 不接受政府來洗腦我們的小孩 不接受這些大公司抹去你的自由 還有偷取你的個人資訊 那個什麼Google的Email不用錢 當別人跟你說那個東西是免費的時候 通常你就是那個商品 我們要用我們的錢去投票 金錢是最好的票 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就連我們在用的平台YouTube 我們都想要換平台 因為我們不想要再被YouTube控制 所以請大家加入我們的LBRY跟Odyssey 我們要用我們的錢投票 投給跟我們價值觀相同的公司 而且反對那些左派的公司 這些公司要的不是公平競爭 他們要的是一言堂跟獨霸市場 然後控制政府幫著他們獨霸市場 他們不准parler上限 我們不是在說我們要取消那些左派的公司 我們是在說我們不要再繼續資助那些公司 那這樣子的話 對我們的人生就會有衝擊了 而且可能會傷害我們的人生 這表示說你可能沒有辦法看那些 好萊塢跟迪士尼的影片 你或許無法去你習慣的地方買東西 你的人生會改變一點一點 或者是可能很多 可能會徹底的改變 像我常常用Amazon 但是你現在就改變了 因為我們想要做的是 是守護我們的自由 守護我們的國家 守護我們的價值觀 但是對我們的生活完全沒有影響 這個是不可能的 這個想法是不可能的 而且不真實 而且有點可笑 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維持我們的生活 而且繼續守護這些東西了 越早 而且越多人了解這一點越好 要翻轉這個國家 你就必須要去犧牲 你要考慮的是 你要不要現在去做 你現在做的話 你可能會讓你失去工作 你可能會讓你的關係破裂 你可能會影響你的錢包 可能會讓你有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我們一開始提到那些不動的英雄 可能會被強奸 可能會被毒打 可能會死 或者是去坐牢 可能會丟進去被餵獅子 我們現在劃清界線的話 還不會變成那個樣子 我們還可以為了我們的價值觀 和平的抗議 如果我們現在不劃清底線的話 我們就必須在未來再劃清底線 那麼就會更痛苦 而且更艱難 更可怕的是 我們的兒女後代會更痛苦 會更艱難 當我們遇到暴政 還有政府控制 但是我們沒有劃清界線 站立的時候 我們就會失去更多的自由 下一次我們就必須犧牲更多 而且越來越困難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更早的劃清界線 而且拒絕妥協 我們現在已經陷得非常非常深了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 你就知道天國已盡 趕快悔改 我們現在可以跟Rosa Park一樣 站起來改變這個國家 不然我們就會變得跟坦克人一樣 站起來殉道 當然 我們可以跟123世紀的那些基督徒一樣 殉道然後改變整個羅馬 但是也有可能變得跟1989年 六四天安門事件一樣 那些人死了 他們的死沒有任何的意義 中國還是在共產主義的極權下面 領導人王丹、烏爾開西、柴林 這些人在國外過得好好的 柴林還在BBC的訪問裡說 我就是希望他們開槍 我就是希望國際看到中共的惡性 但是中國人不值得我犧牲 這兩種都有可能 但是唯一可以達到這兩種 截然不同的地步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大量的集體的不服從 大家可以聽出來 我沒有再呼籲大家使用暴力 來去做這件事情 這個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 來達到這個目的 很多人在問說 可能是因為我有一堆槍的關係 他們會說什麼時候要開槍 什麼時候要拿著我的AR-15上街 我的回答是 當他們朝著你開槍的時候 你才可以開槍 這是美軍在其他國家駐營的時候的規定 你開槍的時候要符合法律、道德、正義 你才可以使用Force on Force 當武器變成攻擊性的時候 你就是個侵略者 現在是一個文化戰爭 是一個思想戰爭 所以現在的集體不服從 還是最主要的抗爭方式 你要維持著保護自己的能力 保護你家人的能力 我前幾天看了一個日本武士的電影 是關於當時的禁刀令的 最後那個武士說他不會放棄他的刀 他說他可以說出 我不會拔刀的唯一原因 就是因為還有一把刀在他的腰上 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很熱血 認為要革命 認為要起來用暴力推翻現在的不公義的政府 那些推崇暴力的人基本上沒有打過仗 我也是一個沒有打過仗的人 但是我身邊有很多退伍軍人 他們打過仗 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經歷 我可以很確定的就是 這絕對不是大家想要在自己的家園 經歷或是看到的 美國在1861年到1865年的時候有個內戰 沒有人會想要再一次發生 我們只希望我們可以回歸憲法 我們可以回到美國人應該有的價值觀 我們可以回到基本的就是小家庭 然後大家為了這個家庭工作 不是為了政府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左派跟右派可能中間有一群人 他們可能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的小孩 可能是你朋友的朋友 他們反對墮胎 但是他們還是投民主黨 他們認為男女有別 但是他們還是投民主黨 因為他們認為說政府發放福利是好的 如果我們不能幫助他們的話 讓他們可以跟我們一起站起來 劃清界限的話 那麼我們就很有可能會失敗 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很弱 我們非常的無力 你的鄰居如果說為了正義站起來 結果被開除掉了 你有能力給他工作嗎 你的女兒如果因為拒絕打疫苗 被醫院開除了 你有能力讓他有方式存活嗎 一個父親萬一公司被告倒了 你有辦法幫他一起重建嗎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如果要影響我們身邊的人 如果說我們要讓身邊的人 可以有勇氣站起來 跟政府劃清界限的話 我們就要更加的加強自己 讓自己變得更強大 讓政府知道說 是他們需要我們 而不是我們需要他們 讓左派知道說 他們不可以用相同的手段 來壓迫別人 因為保守派也有相同的市場 還有這些商業活動 可以讓他們繼續活下去 Daily Wire的創辦人 Ben Shapiro 在Backstage的節目上面說 Vote with your feet 用你的腳投票 如果你在紐約被開除了 你要知道有很多地方 需要你這個樣子的人才 而且他們跟你有相同的價值觀 我們要變得更強大 而且要變得更大聲 而且要畫清楚我們的底線 AI News 是我們的頻道 Telaka Studio 是我們的公司 等於說是這個頻道 是在這個公司下面運作的 Telaka 是什麼意思呢 Telaka 就是 希伯萊文的正義的意思 我們要當藝人 然後我們要為正義發聲 這個就是一個為了正義發聲的公司 還有一個平台 這公司創辦出來 就是靠著這樣子的信念 有非常多的人支持我們 讓我們有這個頻道可以繼續運作 當然我們現在每個人都超窮 目前只付得出房租跟一天兩餐而已 但是我們相信這個時代 是需要我們這樣的聲明的 在這個極權主義 霸凌保守價值觀的時代 我們需要幾個叛逆的孩子 守護自由跟真理 我們非常感謝那些 贊助我們所有的人 感謝耶穌 我們絕對不會辜負你們的付出 Telaka Studio 一定會 守護好我們的自由 而且繼續為我們的價值觀而發聲 感謝大家收看 請記得點贊、訂閱、留言 還有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讓他們跟我們一起站起來 劃清界限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的道德觀還有價值觀 是有一個界限的